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偌大的蒸笼里面 各式各样的菜品都可以在里面蒸制 蒸之前 先在笼梯下面放足量的水 然后点火加热 因为蒸笼里面放置的都是半成品 所以加热蒸制40分钟后就可以开席了 马上就要开笼了 但开笼还有一个仪式呢 我们龙船 天生天也蒸起来 蒸笼龙盖 吉祥如意 一生平安 蒸笼龙孙 心想自成万事如意 蒸笼龙盖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蒸笼龙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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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祥如意 因为这个大蒸笼龙比较大 距离比较远 你看这有一个家常版的勺子啊 拿这个吃东西 真的是有霸气啊 喂 你看 这一个像是二尺丁塔的 就加了一个面食给我了 谢谢你 直径三米长的大蒸笼 里面有荤有素 还有主食 花样虽多 却都是别有特色的农家菜 再用家常版的勺子 叉子 铲子 夹菜 这更是一种别处少有的特色 特别有特色 在全国是没有的 只有我们那个蒸笼龙才有啊 蒸笼龙原本是遵义农村逢婚庆节日 人们祝贺聚餐时的一种民间宴席 而现在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蒸笼龙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大家围坐蒸笼龙 谈笑风生 朋友间你递来一勺菜 我送去一碗酒 食物的香味和朋友间的温情 在整个屋子弥漫开来